你这人怎么走路的 这么大的车看不见啊 你是不是眼瞎 白战又要大牛眼了 不好意思啊请 下次走路终于点 你有病啊敲什么敲 对不起啊美女 公司门口禁止停止车辆 请你把车提到车位上 我今天必须把车停在这 如果车刮坏了 你得负责 你个臭保安 我等着 走姐妹进去签合同去 大哥你没事吧 大总我没事 你快去签合同吧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今天让你受委屈了 好好干 我就喜欢你这种负责任的态度 哎对了 你们保安部队长的位置 好像还空缺着 明天你就去人事部报道吧 以后保安队长的位置 就由你来做 啊 那总我 好了不用说了 我相信你 你们老板还有没有时间观念呢 这合同还签不签了 原来您这是那总啊 那总刚才实在是不好意思 张秘书你先下去吧 好的那总 那总我们今天过来 就是签合同的 把你们的合同拿过来 我看一下 对了 门口刚才那位保安 是怎么回事啊 哦 你说那个保安呀 我们刚才呀 周杰跟您签合同 他一点眼力价都没有 那总 您看 合同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咱今天就把合同签了吧 你们两个立刻 马上把这个合同给我捡起来 如果捡不起来 咱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那总 那总 你什么意思 杀我们的 第一 任何职业都值得被尊重 就像你们今天过来找我签合同一样 人家楼下的保安 让你们履行停车的职责 有错吗 第二 你们明知道今天是来找我签合同的 但是你们是怎么对待这份合同的 既然你们一点都不懂得尊重是什么意思 好 那么我今天也不需要尊重你们 这份合同我不签了 那总 别 你就把这份合同签了吧 我们还等这份合同翻身呢 你们最好趁我没有反悔之前赶紧走 不然我得好好打听一下 和你们合作的公司到底还有谁 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出去 走啊 好吗 好吗 感谢观看